缅甸政府最近确定了对外资开放保险市场的方针 首先计划在该国的经济特区内允许外资营业保险业务 随着越来越多海外企业进入缅甸 财产保险等保险需求不断的增加 缅甸政府计划通过开放保险市场来加以应对 缅甸政府高层已向主要保险公司通知了对外资开发保险市场的方针 最早将在年内面向在缅甸设有网点的海外保险企业 征集营业申请 并在明年春季之前选出第一批几十家企业发放营业许可 开放的对象为最大城市仰光东南部的迪拉瓦经济特区 预计将以面向企业的财产保险为主 将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向特区内的企业提供火灾保险和货物保险等嫌种 目前约有15家外资保险公司在缅甸设有网点 缅甸对外资开放保险市场的背景在于保险需求日益增强 一方面进入缅甸的企业不断增多 另一方面缅甸国内的保险公司缺乏经验和资金实力 无法应对需求的增长